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试试做出来看是否可以 亦都当作季日赛 虽然现在不是季日赛 不过现在不是季日 也有时间才到冬至,差不多两个月 但为什么我都会照做呢? 其实我有时候在想 我不一定要是季日 在做季节前才开始做 有些小菜呢? 或者有些菜式呢? 我想吃就吃吧 我想吃就自然有得分享 大家说是不是? 说了这么多废话 到底今天做什么菜呢? 今天呢 我一下子又不记得了菜名 我就当它是西芹炒这个 酱拔龐仔 咦? 可以这样做的吗? 从来没有人思过 做这个用来炒的 其实是可以的 我那天吃过呢 那天我吃过白日宴 那 全 遗菜 整个菜 整餐呢 我觉得这个菜 就比较出彩一点 因为其他那些都很闷 没什么新意 所以我就想着它 今天我买齐料 我就开始做了 好吗? 首先呢 很简单 一只甘筍 澳洲甘筍 一只甘筍 一只甘筍 然后呢 西芹这里 就多了一点点 这里半棵 大概四分一棵 就够了 或者是 如果你想吃多些 就三分一棵 然后呢 冲 然后呢 就 那 那 我当一人一只 那 或者是一人两只 那 有时候呢 你拆了殼 其实就不是很难吃的 所以呢 这个时候呢 就可以加些猪肉 那我这个呢 就是 又是 池底肉 不过呢 很便宜的 那当然三点钟 才可以买 便宜很多 如果不是的话呢 就要七八十元一斤 那现在呢 大概呢 二十多元左右 那 OK 好吗 那 那 跟着呢 那 那 你喜欢的 一人一只也可以 一人两只也可以 whatever 那我首先呢 我就将 这个 这个 我叫他 叫人呢 就帮我开了它 那我先处理了 这个 这个 那我买了 那我买了 那大家第一时间 就放入冰箱 那 就不要洗它 洗了它 之后 才放入冰箱 反而 有机会 就走了 或者是 令到它更加快见怀 OK 接着呢 那我冲洗 一冲洗它 我就先拆了它 先 我就为了 方便我自己做事 那 其实呢 就 就 可以的话 就自己开 那 那 就拿把 是 挖头的 生果刀 那 就削它出来 就可以了 那 那 如果大家 想它 就是 开得好些 那 那 其实 可以先拆一拆它 不过呢 你拆了它之后 就有机会 就是 有机会 就是 过熟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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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呢 呢 你呢 太熟了 刚刚好熟就可以了 就算之前大家都见我和大家分享 蒸橡泊放仔 其实是5分钟至7分钟左右 如果你直接拿下去炒 即是直接见火 碰到火的话 其实时间会更加短 所以虽然说 你搓一下它 好像搓蜜 这样就可以更加容易处理 不过这样就有机会过熟 过熟就对于海鲜类 尤其是背壳类 就不太好 大家看看我如何处理 那把刀 大家知道 看到我的手 就不是很正常的手势 对 这个 就是处理 很多时候我们要处理这个 就是背类 大家 其实这些手势 大家可以仔细一点去观察一下 海鲜档 那些姐姐 或者那些师傅 如何做法 其实就很简单 所以有时候我逛街 有时候看 就是看人家如何做法 就不是说 只是 头探天 眼望地 我自己走 很多时候我就观察一下周围 可能因为我玩相机的关系 所以我很喜欢 就去观察人家的 細微的地方 又喜欢看下猪肉桌 他们怎么切猪肉 又喜欢看下人家的海鲜档 如何做海鲜 自然就学会了很多东西 其实呢 说真的 我们逛街市 如果大家细心的话 可以学到很多的刀法 很多的入厨的技巧 大家看到 我相对 都做得挺干净的 一般来说 如果这样开了它 才是先留我说 就不要洗它 有得它 直接一回来 就第一时间放入冰箱 其实呢 你就算这些 背壳类 你放两天 就是第一天吃不到 然后第二天 其实都可以是 味道不会相差太软的 所以 大家如果学会了这一招之后 有时候大家都知道 例如逢年过节 当日正日的话 肯定很贵的 如果是这样的话 大家就可以 预先提示一天买 有部分 有些真的要游水 当日做才行的 可以预先一天买 可以 都可以 可以省一点 钱 但是 鱼最好 就是当日买 最好 所以 很多时候 譬如说过年 平年饭 如果我刚好做正日的话 那 我很多时候 就要分两天买菜 有些东西可以隔天买 譬如说鸡 部分的背类 那 我就尽量 在这个时候 我就 提前一天买 甚至 譬如说鸡 那些 我呢 会提前两天 因为鸡那些 可以放入冰箱 急凍嘛 当然 也是那句 如果是距离的时间太久的话 始终来说 都会有少少少折损 在鲜味方面 那我现在拆了出来 那我现在就将那些 那些 就是不要的内藏 以及 那些皮边的那些 就看一下 就是橡膀糖 那些皮边 看一下它有没有 就是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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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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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很多朋友就说 那 你又先来浸海鲜 其实呢 讲得不好听 其实呢 这些 就是我们要浸 其实就不是浸 我们一定要开着水去冲 它 那我说过很多次了 就是我们 为什么要开着水浸它呢 原因呢 就是 那些 表面那层 那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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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一定要撕走它 那我们一定要开着水 冲它 那 那 冲它来说呢 就不是说要冲走它的鲜味 而是什么 是初步处理海鲜呢 我们要是 就是 就是 将它表面 那些不干净的东西 我们就冲走了它 跟着之后呢 那些内藏呢 我们全部撕走它 那 一来美观 二来呢 也都 吃的时候呢 就更加安心 那 那 如果大家的指甲 即是刮不掉它的话 刮不掉它的话 那 那大家可以 就是 用刀去刮它 是没有问题的 那 那 就把它撕走 那些内藏 那 就剩下裙边 那 剩下 那些嘴巴 那 这个不是嘴巴 它就是 这个呢 就是它的排泄系统 就特别发达 所以呢 就好像生了 好像象鼻子 所以就叫做象拔旁 那 那 撕走它吧 那些不干净的东西 那 那因为呢 今天呢 我就自己吃了 那所以呢 就不是做节日 那 那 吃多些 一人有两只 啊 那 那我这里呢 我刮 就是 手指甲呢 就做不到了 那所以呢 我就刮一刮它 大家看到 但是不要太大力哦 啊 大力呢 就会是 連那個 它的本体呢 都刮走了 大家看到 啊 我们最主要呢 就是除了它 表面那一層衣 就可以了 那 那 很多时候呢 就是 海鲜当 如果它替你开 它就 它就 它未必在这方面 就做得那么仔细的 那所以呢 我们想好吃的东西呢 大家看到呢 我就很努力啊 很努力 把蟑螂拖走 它要为它凝备 尤其是黑色这一粒 最最端端最端的那一粒 這些深色就不用說了 一定是它還沒完全刮走那層衣 大家看看 雖然說海鮮是最簡單的一個料理 對於我們來說 廣東人來說 但其實要做到它好吃和沒有異味 其實都有各種各樣的方法 如果魚的話就要有隨聲敗法 這些頭是黑色的 看到嗎? 我們一定要做出來 你嚇死我了 我用小水去沖洗它 其實那幾分鐘的時間就不會對它的鮮味有太大影響 但是呢 比如說這些呢 首先是表層、附著的那些 那些髒東西 以及 可能它的內臟 一些沙的那些 我們這樣細水去沖洗它 就更加容易去做清潔 大家可以看到 這裏 約200元 200元的材料 只有那麼多 所以為什麼呢 我就要加一些豬肉片 剪進去 就這樣裙邊繞回它 基本上做完了 200元 只有那麼多 跟著之後呢 我們呢 就稍微 揉一揉它 如果大家 是怕它表面還有一些污漬 或者是有些不喜歡的滑滑滑的東西呢 那大家怎麼辦呢 就可以拿少許鹽和三菌來揉它 不過呢 我自己覺得 呃 醬佛糖呢 就不需要的 因為本身呢 醬佛糖呢 它的那個 食味呢 就很清廉的 OK 大家看到 有些顏色的水 只要過一過 過清它 基本上就OK了 唉 唉 好 那我就這個放在一邊 一二邊先 跟著之後呢 我們就處理那些蔬菜 處理蔬菜前呢 我們就先處理了那個肉片 那大家有沒有發覺呢 去酒樓吃的那些肉片 那些肉片 很過白 還有 很過 好吃的 很過嫩滑的 OK 那怎樣做的呢 這一條片呢 除了是 海鮮 給大家看一下 怎樣處理之外呢 其實更加重要的呢 就是我們怎樣可以做到 酒樓的那種效果 如果聰明的大家呢 其實已經猜到怎樣做了 我們先把豬肉分解 按著肉均勻 那其實呢 這個豬肉呢 它本身呢 每一塊 我們切出來的 豬肉呢 其實呢 都會有不同的肌肉組織的 OK 我看看是否夠膩 咦 夠膩了 跟著之後 想它 想那塊豬肉呢 是滑的話 的第一步是什麼呢 就是不要直紋切 不要順紋切 是什麼呢 橫紋切 那我們呢 就先將那些 肌肉組織裡面的肉膜 表面的肉膜 我們先切走它 好了 跟著之後呢 我們呢 就橫紋切 盡量呢 就將那個豬肉片呢 就切薄一點 為什麼我這麼多樣東西 我先處理了豬肉先呢 啊 跟著之後才處理蔬菜呢 是有原因的 啊 你想要做到呢 酒樓那種 即是很爽口 的效果呢 我們必須要呢 就是要 沖洗這個豬肉 啊 又沖 是啊 我經常都說的了 你要美味嗎 你就要是 有必要之戶啊 那麼我們呢 就每一片的豬肉呢 我們要切得很薄的啊 這樣呢 就可以加速呢 就是我們製作這個 啊 很爽滑的肉片的 第一步啊 這個做法呢 又跟我們加熱的不一樣啊 所以呢 大家要看清楚啊 那我現在呢 我這個 橫紋直紋 應該這邊就是了 有時候 肌肉的組織呢 它可以呢 就是變化萬端 有時候打個九十度角都有的 所以呢 我們大家要看清楚 到底是橫紋還是直紋 跟著之後呢 我們放進水那裡呢 這次呢 就真的要啤水了 那一樣啦 就好像老師傅那樣 大家知不知道 就好像老師傅上次教我們那樣 大家知不知道為什麼要啤水啊 啤水的目的呢 就是啤酒它的血色 啤酒它的血色的話 即是什麼呢 即是呢 就會是令到它 肌肉裡面的血水 就全部出來了 那所以呢 大家會看到呢 酒樓的那些 豬肉片呢 就是白了 但是吃下去又很好口感啊 又爽又滑啊 原理就是這樣了 所以呢 我經常都說一些必要之戶 那我不管它啦 那我跟著之後 我一路啤水 那這個是需要時間的嘛 那我就處理其他東西了 那這裏呢 就有半 半 半條的西芹 那我們就不需要用光的 我們大概啦 那 那四份一棵的西芹就差不多了 那我剩下這些 我看看到時候我怎樣去處理它 那我又放在一邊先啦 剩下的 然後呢 那就是一樣啦 那西芹呢 不要貪 就是貪這個 不要浪費啊 這個 裂位就一定要的啦 裂位 後面的尾 那邊呢 就一定要的 那那些西芹呢 我們最後出來的成果呢 那個成品呢 才會是那個口感是最好的 哇 哇 西芹那麼少的嗎 是啊 少少的 因為我還有 一條甘筍 那就視乎啦 如果你不加甘筍的話 那你就用了 那些什麼 用了那些西芹呢 半坡都沒什麼所謂的 那這個時候呢 我就 那我暫時攪拌一下它啦 渣一下它啦 就等它加速到效果啦 好 跟著呢 我們 刨皮 輕輕刨了它的表皮 那這個菜其實是很健康的 為什麼呢 第一就是沒有那麼高的膽固醇 主要的膽固醇 主要的膽固醇呢 都是來自於 那些海鮮的 那我們呢 另外呢 就是那個鐵質比較高 西芹也可以幫助降血壓 有胡蘿蔔素 有纖維質 那如果大家呢 是想 就是吃多一點的這個 多一點的蔬菜 那你放多一點點的西芹 都可以的 都不是一個大問題 大家會看到了 我特別喜歡吃芹菜 或者一些高血的一些蔬菜 那我今晚呢 我有另外一個菜 可能大家很少會接觸到 因為呢 一看到它這麼奇麗 即是 古怪的這個形狀 都不知道怎麼處理它好 誰不知原來呢 對 妇女們對老人家是非常 健康的一個菜 那是什麼菜呢 我先去看下一個影片 那很簡單 有時候呢 我就視乎它呢 就是那個 西芹的那個 是表面還是什麼 就是最外面那層 還是裡面那層 那有時候呢 我刮皮呢 我就不一定要刮完的 OK 大家看到 我就 一邊去洗這個西芹 同時呢 我又去啤水 那可能呢 你會覺得 你這樣混合 可以嗎 可以嗎 衛不衛生的 會不會有事的 那其實呢 你始終全部的東西都要炒的 那我沒什麼所謂 看看 這個 那我們呢 一樣 這個呢 這個是 胡蘿蔔呢 就是這個 紅蘿蔔呢 金筍呢 金筍呢 那 大家看到呢 我又 大刀闊斧了 嘩 做了多少出來 是啊 如果你不捨得的話呢 那 不要雕花 那我現在玩雕花 大家還記得嗎 最簡單的 這個 玩這個 蝴蝶 蝴蝶花 那為什麼我這麼喜歡用這個片刀呢 是有原因的 因為呢 它可以做些稍微仔細一點的東西 那我一把刀過 那如果是 正式的廚房的話呢 它們自己有一套 雕刻刀的 那麼就用來做什麼 真的用來雕龍黑縫呀 那麼 一個很簡單的 蝴蝶花 就像我現在這樣做的啦 你不用做到很工整的 基本上呢 有逆 有頭有逆就OK的啦 那麼大家可以看到呢 其實呢 我們很多時候呢 我們家廚呢 就跟專業廚房不一樣的 那麼專業廚房呢 雕花歸雕花啦 切菜歸切菜啦 斬瓜歸斬瓜啦 這樣呢 就不會說 同時間做幾樣東西 這個也是我們作為家廚的 最基本的一個入廚的概念 即是你不要等 你逐樣逐樣東西做 如果你逐樣逐樣東西做 你等做完一樣才第二樣的話 那你就死定了 你真的煮個菜 整個下午 都沒有做好晚上的晚餐 但是通常呢 就像我這樣 有很多人就 經常都埋怨 就說我的影片就很長 是啊 因為我跟大家分享的嘛 那我要確保大家一定要學會的嘛 是不是 如果大家學不懂的 我拍片是有什麼意思呢 於是乎就衍生到一個問題 就是我必須要做解說 那 我差不多有一半的時間在這裡解說的 就是說 大家看到可能 我拍了一條片 四、五十分鐘的 但其實實質上 你做的菜出來 就是 講緊的 就是 二、三十分鐘左右 已經連斬大切的了 已經 有很多人就不以為然 就是覺得 你真的不需要講那麼多話 但是呢 我只能夠想 我想說的就是 你們呢 就面對一個的我 大家都很期望 我能夠夠滿足到大家的期望 是不是 但是呢 我呢 就一個人就要面對 就是 數以萬計 不要說過千 啊 我一個月呢 怎麼都有 衰極的 我都有幾十萬的觀眾 一天呢 都有兩三萬的觀眾看我 啊 變了呢 我我面對的就是 幾萬人啊 一天 那變了呢 就是說 我就要確保呢 無論你是高手 還是低手 你進階 還是 入門 都可以 看完我之後 都可以做得到的 啊 啊 跟著之後 想它靚仔一點呢 就斜切啦 那如果你想 沒有什麼所謂的呢 就 你喜歡點切就點切啦 打橫切就行 打斜切就行 那出來呢 就這個 蘿蔔呢 就可以有個形狀 你說我屁股就好 什麼都好 其實就沒有什麼所謂的 你如果你覺得 OK的 你就跟著一起做 是不是 那這些呢 可以要 可以不要 那大概啦 切它 就不要那麼大顆 那大概就 0.5至0.8cm左右 不要切得那麼大顆 那麽不要切得那麼大顆啊 那有很多時候呢 我們看看那些蔬果 蔬菜 到底它的口感好不好呢 其實呢 我們落刀那一下就知道了 因為我們落刀那一下 一定會切到它的纖維啊 那如果它纖維強的話呢 就是比較多的話呢 自然就當然不要啦 那麽 那麽可以加多一點點的 就是西藤木的東西 沒什麼所謂啦 那這個時候呢 我繼續呢 就蓋它 那麽根據老師傅的說法啦 那麽上一次老師傅的說法 就要 十幾十分鐘啦 那麽我在這個時候呢 我就繼續呢 就做其他東西啦 那麽我就準備 我等一下需要的尿頭啦 這個尿頭就很簡單的 都是薑蔥蒜啦 又是薑蔥蒜 是呀 那麽 其實呢 就可以這樣說呢 我們入廚 主要的座料 都來不離不開 這個是薑蔥蒜 是這幾樣東西的 那麽這個蔥呢 我買回來的時候 其實就浸洗過了 所以大家看到我好隨便啦 我浸 那麽 蔥 這些 這些蔥呢 就 我們需要呢 就是浸洗完之後呢 就 呃 浪乾它啦 跟著完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放進雪櫃啦 那麽就可以放在很長時間啦 那麽其實呢 這個蔥呢 我已經是兩天之前買的了 那麽 那麽 那麽大家可以看 如果覺得自己很聰明的 那麽就可以 那麽現在可以關機跳出來看 那麽如果大家呢 即是未接觸過這些這樣的做法的 那麽就可以看下我那個細節是怎麽樣做的 那麽蔥呢 那麽 跟著完之後呢 我們就要 薑 那麽 那麽大家可以看到呢 同時可以看到呢 那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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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麽大家可以看到呢 那麽就要美麽的話呢 那麽呢 那麽就要好浪費資源 好浪費水的 那麽當然你說 喔 平時呢 我都沒什麽所謂的 即是你不追求那個極致 即是不追求進一步更加好的效果的話 那麽我又不介意啊 這是你的選擇而已啊 但你不要問為什麼不好吃 為什麼跟酒樓差那麼遠 你又要追求酒樓的味道 然後又不願意去花水 浪費一點點資源 也不要說浪費 其實都是必要之戶 烹調的技巧變化萬千 如果你覺得烹調的方法很浪費 你不跟著做就行 但你無需要質疑 大家說是不是 我們加廚也有另一個特色 刮薑就不同 我們是用多少刮多少 OK 不用太多薑 大家可以看到薑 稍微大片一點 通常我會怎樣做呢 切開 然後中間開一刀 然後打斜 然後這樣開 薑片 就會有一點點大形狀 就很漂亮 OK 好了 接著我們就拍幾顆蒜頭 然後我們切蒜片 我盡量就鏡頭給大家看到 蒜片 為什麼我們要用蒜片 而不是蒜蓉呢 其實就是因為蒜片 比蒜蓉好吃 不要以為是蒜蓉 不要以為是蒜蓉 專業廚房用蒜蓉 但其實不是的 如果是我們 南方師傅才喜歡用蒜蓉 如果北方師傅 多數都用蒜片 大家可以比較一下 沒有什麼所謂 你喜歡吃蒜蓉的 你可以試一下 你也可以試一下 像我這樣用蒜片 這樣 大家就可以看到 到底是 到底是 可以嗎 好了 這個時候 其實呢 我們準備好醬汁 我這裡 因為這個豬肉 沖水 是需要少少時間的 那我們就拿一拿 讓它 快點出血水 因為需要時間 我就順便做 還有給大家看到 到底怎樣處理 這個肉片 就會更加爽滑 然後呢 然後呢 我們少少 大概呢 這裡這麼多東西 三分二匙鹽 或者半匙鹽 如果你不想太鹹的話 糖呢 就可以加 一匙半 然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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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少的 雞粉 少少就可以了 少少的胡椒 然後呢 輕輕的生抽 少少 少少可以的 真的少少 然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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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輕輕少少的 蠔油 全部都是少少少少少 不用太鹹的 OK 那你有了這個醬汁之後呢 你簡直呢 就可以呢 你待會兒炒的時候 就不需要調味的了 那就是 一茶匙的生粉 然後呢 然後呢 少少水 輕輕可以的了 不要太多 等它為什麼要加碎呢 因為呢 就這樣開稀了 那些生粉 OK 就是這麼多了 OK 好了 這個時候呢 泥料了 這個豬肉 那我們呢 拿起的時候呢 稍微這樣 用手 用力 插一插它 其實呢 我現在這個肉片呢 都不夠 即是其實 還未啤夠水的 所以呢 還有帶少少少肉色 為什麼要啤水呢 其實呢 原理就很簡單 啤掉它的血 為什麼呢 大家去酒樓 吃到很口感的 肉絲也好 或者是豬肉片也好 為什麼 它都是白色的呢 白到 啊 直接白色的 一點血色都沒有呢 原因呢 就是因為它沖走了 那些血水 那麼我 也都之前呢 在豬養骨頭 我也都解釋過的了 因為 為什麼呢 因為呢 那些血水呢 你一煮熟了之後 它就會硬的起渣的 啊 那也都導致肉質呢 就變硬了 不是 輕輕一點點 這個肉片是多少呢 八兩 那我 八兩是連皮帶肥啊 所以實質上呢 我這裡的肉片呢 大概啦 五六兩左右 那麼 輕輕一點點的鹽 然後輕輕一點點的糖 是少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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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到三分一茶匙啊 然後輕輕少少的雞粉 喂 這裡 你 你是不是都是鹽糖味 是啊 鹽糖味是調味的最基本的 無論你肉肉也好 什麼都好 這個 這個 胡椒碎啦 那當然你可以用胡椒粉的 那麼 我也都解釋過很多次 為什麼我要用這個胡椒碎啊 好 那麼 糖 鹽糖 雞粉 胡椒 唉 拿錯的 跟著之後呢 我們就少少的生粉 就這麼多了 跟著之後呢 我們輕輕 輕輕的 落少少水 那本身呢 我拿開它的話呢 其實呢 都還有少少水在這裡 那所以呢 輕輕的 好嗎 那 那 你想它是 亂滑的話呢 我們必須要呢 就是什麼呢 噢 忘記了 輕輕的 少少的醬油 加少少水 跟著之後呢 我們拌它的時候呢 我們呢 一邊呢 一邊呢 就是令到它吸光了水 另一邊呢 就等它呢 那些粉啊 油啊 啊 就可以是 混為一體 那便 令到呢 那些 那些 肉片呢 表面就被那些粉 即是落生粉 包圍著它 那等下呢 就可以令到那些豬肉 就更加嫩滑的了 OK 大家看到 挺快脆 是吧 其實呢 這些過程呢 為什麼我每天都要花這麼多時間去跟大家分享呢 主要就是想讓大家看清楚我的手勢是怎樣 那便問大家一句 老的觀眾我回答 即是舊的觀眾 跟著我醃肉片 是不是滑了很多啊 跟著我醃牛肉 是不是 咦 為什麼跟餐廳一模一樣 而且比餐廳更加重牛味呢 是不是 這些就是 就是 我經常說必要之戶 你要煮好一道菜 你要花時間 還有要浪費 很多的材料 以及吃水 是必要之戶 在學習的上面 你要花時間去看清楚 別人的做法 是不是 那 這個也是必要之戶 如果你不願意付出 你就永遠不會有收穫 那大家看到 是不是 煮完了 多好 多快脆 多乾身 其他的影片 那些幾分鐘的影片 是不會這麼詳細 給你幾分鐘 我只是切完豬肉 剛剛 剛剛 然後 下完油 就是蜂油 這個蜂油 蜂油 不是就這樣算 我就要把那些粉 水 醃料 和油 混然天成 大家看到嗎 這是什麼 就是滑肉的效果 OK 基本上就是這麼多 這個 我再說一次 為什麼我要加肉片 大家看到嗎 200元 這一盒 這裡30元 哈哈 OK 可以不可以 20多元 差多遠 所以有時候 你又不怪得 有時候你不怪得 酒樓 它為了要 第一好看 第二 見食 第三是什麼 你回家 成本才可以 這裡送 一個標準 12人的 這個是 12人的 這個 送菜 就是酒席來計 這裡 我成本280元 我當收你 400元好不好 是不是 當然 這裡 如果它交來的話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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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不用200元 我估計 150元左右 150至180元左右 然後豬肉 這裡 20元左右 170元 加上這些 200元成本 收你400 或者380 很正常 是不是 一個12人的 一個標準 送菜 OK 好 吹完水 介紹完筆 看完我做事了 下一步 直接下去炒菜 這個菜 是很簡單的 是麻鬼飯 就是這個 一個 要啤水 又浪費水 又浪費時間 但是好吃 出來 大家說 是不是 舊的觀眾 肯跟著我這個時間 馬去做 這個時間 去製作 是不是真的好吃 很多 萬功出世 還有就是 你必須有付出時間 付出努力 付出心機 你才有 這個是 上乘的口味 大家可以預期 我這個菜 是酒直菜 酒直菜 酒直菜 OK 好嗎 今天不和大家說 那麽多了 稍後見 好了 大家 那 所有東西 準備好之後 我們先熬了東西 水 曾經 有位觀眾 說我 醃這些東西 醃肉 就從來都不說 或者是沒有說過 要醃多久 那我現在呢 我就和大家說 common sense 你做了所有東西 等了所有東西之後 都有十幾十分鐘的了 那 通常呢 就醃肉來說 十幾十分鐘 就什麽都夠 OK 什麽都夠入味的 那 我們煮滾了東西 水之後呢 我們就先關小火 等它不要大滾 OK 跟著之後呢 我們就將 記住 不要大滾 跟著之後 將這個肉片呢 就放下去 跟著之後呢 我們稍微呢 就推一推它 就 不要太大力 那麽我們呢 就可以呢 就獲得 比較滑身的 這個肉片 那麽先是 撒水呢 就做好多東西的 先是 撒了一些肉 跟著之後呢 就是 撒這個 這個 撒這個 這個 這個什麽 是 西芹 還有其他的菜 好 好 那麽 跟著之後呢 再用它 再用它 再開大火 那麽 那麽 灼肉呢 就很麻煩的 你不想它脫色的話呢 即是不想它脫粉的話呢 我們一定呢 就不可以大滾的 OK 那麽 但是當然了 它有少少脫呢 也都無可避免 這個時候呢 我們呢 就輕輕 用陰力呢 就推它 就等那些肉片呢 就可以均勻受熱 啦 那麽 那麽 看著啊 豬肉呢 就要全熟的 那麽所以呢 我們呢 就一定要是等它大滾 那麽有少少脫粉 但是不是脫得很厲害 那麽 平衡啦 所有東西 中容之道 那麽 要做這個菜 你要最佳的效果 當然它不要脫粉 但是如果 因為趕時間或者其他因素 它脫少少粉 OK 沒有問題 少少 不影響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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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啊 永遠上來啊 嗯 那麽一定要等它大滾 因爲呢 豬肉我們一定要全熟的 那麽 差不多大滾了 接著我們準備一隻西仔 隔開些水 那麽 差不多大滾了 因為肉片比較薄些 但如果肉粒的話 就一定要大滾了 那麽就看情況 那麽 總之呢 豬肉就不可以不熟 啊 半生熟都不可以 啊 好 跟著完之後 做完了 跟著完之後呢 我現在呢 我就拿起 隔一隔的泡 去啊 海隔的泡 海隔的泡 泡 好 ukan準備了 呀 為什麼味道一汤是爛的 杯呢 杯真是蒙古的 什麼 把醬汁搅拌均匀 把醬汁搅拌均匀 醬汁搅拌均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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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它转均匀 不一定要大滚 海鲜类通常会比较快熟 把醬汁搅拌均匀 这时候我们开始搅拌 这个是蔬菜 这时候先上尾 一匙盐 糖 接着一匙鸡粉 那为什么一定要加盐 糖和鸡粉呢 因为盐上底味 鸡粉的酵素 就可以勾出更多的叶绿素 然后糖就可以保持叶绿素 现在开始煮沸 这个时候加少许油 这个肉片呢 我就心急了少许油 但是呢 都非常爽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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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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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开大火 稍微沖一沖水 等它降溫後 就可以拿起芹菜 大火燒 雖然我和大家分享的方式 比較花時間 但實際上大家是不會浪費時間 然後加些油 然後加些油 大火燒鍋 見煙落油 再煎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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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煎煎煙 等它的蒜片有些苦皮 再加這個 之後再加蔥 然後再加芹菜 再加上醬物 再加上醬物 好香 有酒流的味道 再加一點 然後再加上醬物 然後再加上醬物 香草 為何一定要堅持配口缺 一定要堅持煎煙 現在又不夠溫度 一秒多就不夠溫度 炒出蔥香 最後加少許的豉油在鍋邊 完成,吃碗餅 是不是很簡單 如果將來過節又會學多了一件事 這個是小醬汁 不一定蒸的,可以用來炒的 好,大家可以看到 我這個西近炒得非常脆 然後這個醬汁龐仔 應該就很嫩滑 稍微放一放,讓它靚仔一點 讓它靚仔一點 那其實呢,今天我這個菜 就有一點失敗的 但是呢,失敗當中呢 就都仍然是非常之惹味 那為什麼我認為自己呢 有一點失敗呢 因為當中呢,我做錯了一點點東西 又是心急了 都是那句說話 因為顧及大家 我不想浪費那個時間 一心急就出事啊 反而呢,我就做得自自然 按照我自己的方式去做 那個時間控制去做 反而做得最好啊 那大家看到 這個菜 好不好啊 貴不貴氣啊 那這個菜其實就很簡單的 那我現在先試吃一下 那首先呢 那首先看下這個西芹 我是不是沒有得走雞啊 都是這麼脆綠啊 有點爽口 嗯,味道 尤其是味道 我要講講 我這樣做的味道呢 剛剛好 跟酒樓是一樣的 那我說我失敗 失敗在什麼呢 就是這塊肉片 雖然都雖然是 不是完美的狀態 但是都非常之嫩 非常之好吃 滑就不能說 因為之後就脫了粉了 然後我試一下這個 醬物磅仔 嗯,剛剛好 好啦 其實呢 有很多時候呢 所謂的節日菜呢 又不一定是很麻煩的 今天呢 這個醬物磅仔呢 那大家都看過我之前做法呢 多數都是蒜蓉粉絲蒸的啦 是不是 簡單 容易處理 那但是呢 其實呢 就 呃,你要去做這個 就是 呃,要去做這個 這個節日菜 那我不一定要蒸的嘛 那就可以變成炒 那這個菜呢 有幾樣東西要注意的 第一件事 就是要快 OK 為了要快呢 我們燒鑊的一個溫度呢 就要燒得更加高的 今天呢 我還是差了一點點 都是那句說話 真的要花點時間去燒鑊的 OK 那但是 雖然說就說呢 呃,我想趕時間 但是呢 這個菜來講呢 跟酒樓的味道比較呢 已經去到超過九成了 差了一點點是什麼呢 因為呢 我今天做錯了一件事啊 那 我們呢 呃,大家都看到呢 其實呢 我們是需要去做幾重功夫 所以才可以保證 我現在炒出來的這個味道呢 可以跟酒樓有得比美的 那麼第一呢 就是我們要是清潔好 還有呢 就是要清洗好這個 這個醬物磅仔 稍為花一點點時間 我們要撕走它的內臟啊 以及呢 就是它的表皮啊 那麼醬物磅仔呢 它的表皮其實呢 是有一層好像黏膜的東西 你吃了又不會壞的 啊,OK 但是呢 你如果想弄好一點的話呢 就最好就撕走它啦 啊 那麼第二樣東西呢 就是我們的肉片啊 啊 那麼我們呢 想做到酒樓的效果 我們一定要啤水的 但是呢 啤水當中呢 我們就不是說 就是單單紙淨紙呢 就走去 就是 啤一陣子就算了 而是呢 根據老師傅所說呢 我們起碼都要十幾十分鐘 用大水啤喔 那麼其實呢 在我們家廚的角度來說呢 其實這樣是很浪費水的 因為為什麼我們量少啊嘛 但是 but 我還是說一句啊 你要追求美味 有時候有些必要資料 你就要去做啦 那麼所以呢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我們如果 只是追求美味 但是不追求和酒樓一模一樣的 其實我們普通一般的業法呢 都OK的 行不行 那麼先頭我講過幾次 我做錯了啊 做錯了是哪裡呢 哪一部分呢 就是我是 搓這個滑肉啊 搓這個滑爽滑肉片的時候呢 我心急了過早地去 就是過早地去撥開它 或者應該這麼說 我落的時候應該仔細一點 就拿手去拿它 逐遍逐遍落 那就保證呢 每一片肉片呢 那個粉呢 包裹的狀態都是非常之均勻啊 那麼今天我做錯了就是這裡 然後我又心急了 太過早去撥開它 於是乎那些粉呢就散了 散了的結果呢 就會令到那些肉呢就沒有那麼滑的 那大家呢 可以去回 我有個滑肉湯啦 有個這個粟米肉粒啦 有個這個是沙角炒肉丁啦 這些這樣的 這些處理豬肉啊 爽滑效果的豬肉啊 的影片那裡去看看 到底正確我應該要怎樣做 OK 行不行 今天我這裡是擺到明早早早 舊的觀眾看到的 啊 那都沒辦法了 都是那句 趕時間 那我就心急了 於是乎衰了 好了 喏 大家看到呢 我一飲水 我就逐樣逐樣東西落的 是不是 這樣呢 因為呢 肉片呢 我是拿這個醃料是醃過的嘛 就算我 不斷強調落少一點啊 但是始終它都會鹹的嘛 那所以呢 我們搓的時候呢 我們先搓肉片 然後再搓這個 是醬乏膀 最後要加鹽 糖 雞粉 去搓這個蔬菜 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第一 如果我一早搓了蔬菜 我要加味的嘛 我要加鹽的嘛 我要加這個 雞粉和糖的嘛 那變了 我搓肉的時候 就鹹了 是不是呀 所以呢 我們呢 就要順序啊 先搓肉 搓完肉之後 先調味 給它底味 然後才是搓蔬菜 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因為 鹽 是底味啦 比菜 菜又沒有味的嘛 然後雞粉 是勾出它的葉綠素啦 糖是保持更加多的葉綠素 所以大家看到呢 我每次炒上西芹 都是很脆綠的 就不會像大家 以往那樣炒得黃金金的 行不行 那另外呢 我們為了要保持這個 整個菜的味道的統一啦 所以呢 這一次呢 我就不是逐樣東西去調味啦 是什麼呢 我先先打醬汁 預先先拌醬汁 這個醬汁呢 有什麼呢 鹽啦 雞粉啦 這個是糖啦 醬汁啦 醬汁啦 甚至可以加蠔油啦 啊 接著還有生粉啦 酒啦 OK 麻油這些是一定要啦 這樣呢 就可以令到這個菜 炒出來的味道是非常之均清 而且 它還有一個好處 可以控制那個 鹹淡度 是非常之標準 非常之穩定的 你一定不會做到過鹹的 OK 行不行 那基本上 炒的時候 所有東西都錄完了 炒的時候 也是很簡單啦 今天第二個做錯的地方 也是因為我趕時間啦 我燒鍋 不夠溫度高 為什麼我不斷強調 溫度高呢 如果是 職業廚房的話 它160度 其實就什麼都夠了 但是我們家傳一定要燒到180度 至200度 為什麼呢 因為呢 我們的爐頭是不夠力的 那麼 那麼當你放材料下去的時候 它會馬上急速降溫 大概降四十度至五十度 那麼如果 那就是這樣說 如果我們下了材料之後 它180度 減四十度 變成140度 是不是 那麼如果 如果 是職業廚房的話呢 它是160度的 那麼它會降溫的 都是降得很多的 都是三四十度的 但是因為它的爐頭夠力 所以它馬上 可以把溫度扯高它 但是我們家傳 因為爐頭不夠力 所以 如果你的溫度太低 你一放下去 就會是貼近100度 那麼你貼近100度 你和蒸和煞有什麼分別呢 沒有分別 那麼你何來有鑊氣呢 大家明白嗎 為什麼我不斷強調 要求大家要背口缺 要求大家要燒鑊 燒到180度至200度 這樣就可以炒出更加好的鑊氣 為什麼呢 因為它 你燒到 我假設你燒到200度的話 然後它降溫降到150度 160度 它依然是貼著 我們炒出鑊氣中式菜 Stair Fry 這個爆炒 貼著炒出鑊氣的 標準 那條線 底 明白嗎 雖然它扯不回高的溫度 但是它依然是140度和150度之間 這樣是可以炒出鑊氣的 行不行 但是如果你跟著專業廚房 他說160度就可以了 那就可以燒到160度 那160度有什麼問題呢 你降溫之後 我們加廚的爐頭 是扯不回高的溫度的 那你結果 你就炒不出鑊氣了 很多時候你炒不出鑊氣的原因是這裏 亦都可以這樣說 為什麼外國人這麼討厭我們中國人炒菜呢 因為大油煙 很多人不想要油煙 但是又想炒出鑊氣 難啊 明不明白大家 鑊氣的原因是因為有溫度 有高溫 但是如果你不想見油煙的話 通常一般的生油或者鑊 它見煙的煙點大概150度至160度左右 那你燒不到它的溫度 你就炒不出鑊氣了 是不是啊 那你 兩難 都是那句話 有很多時候你追求美味就有必要之戶 你就沒辦法 除非你說不是啊 我經常都蒸、燒 沒問題 其實很多都可以蒸和燒的 你可以就這樣炒這個醬物磅 然後蘸醬油 蘸這個醬油 調過的醬油 一樣很好吃的 不過你少了一些樂趣而已嘛 你少了一些其他形式的美味而已而已嘛 其實一樣可以的 你不想有那麼多油煙的 你就多些蒸送 是不是啊 如果你追求極致的美味 你想要各樣東西都夠鑊氣的話 你就要追求高溫 追求高溫自然就油煙就多了 是不是啊 所以呢 都是那句 必要之戶 大家必須要忍受 追求美味的過程當中 就有必要之戶 最多就勤力點清潔 好坦白說 我可以給大家看一下我的廚房 幸好有個工人幫我定期 一個星期就可以清潔兩次 所以大家看到 除了走線 本身沒辦法啦 Gucci 走線不是那麼好 放的東西 有些人覺得我很亂 但是相對地 我是不是很清潔 我磁磚用了二十多年了 二十年了 都還那麼白正 我問問大家有多少個高級住宅 經常都不進廚的那些 例外 我天天煮這麼多菜 天天都這麼heavy 就是heavy working 不是heavy 就是重油重鹽那種heavy 那大家試問一下大家 天天進廚房的 有哪個廚房比我乾淨 是不是 但是我的東西放到周圍 就沒辦法 為什麼呢 因為廚房小嘛 OK 好嗎 希望大家 喜歡這個菜 節日菜 多謝大家收看 雖然呢 我最多都是去到酒樓的九成 不過 已經是非常非常美味 重點是有鑊氣 OK 多謝大家收看 拜拜 拜拜